我不是故意要害你 但是有時候我看不準 我不知道皇帝惡意會搞出來 所以措手不及 那我現在退休了實在太無聊 又重新出來 現在一心善良 我就把皇帝產當的功德在做 你再被我害掉的機率不高 要痛苦就我個人痛苦 死一年不要死整條街 現在每一個都五年不完 錢沒進來一直出去 然後就水位就滿了 不是問題出在關限期嗎 是不是有來自於有壓力 還是來自於有人有訊息告訴你說 盡量不要過度表達這件事情 為了來進德國不能講 中美貿易開始關係惡劣 所以導致我們的台商 18年底19年開始陸續回台灣 3351的資金 到底對我們的房市股市 會產生什麼影響 那我永遠不一樣 我認為就是房地產放久了會漲 但是這一波不要太久 大概10年或15年就夠 這一波少子放 一定會碰到 裝修小五郎 專家來開房 大家好我是五哥 哇各位知道這個場域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直接到帥過頭的大本營來 我們帥過頭原來是窩身在躲在這個地方 OK在新莊這裡 窩機五瓶的小房子 窩機五瓶 我看應該是不止五瓶 不過我們這一集 為什麼要特別過來 因為我想說這一集 我們即刻 我們馬上講 我們馬上來播 這一次的主題 是要講到台商的3350億的資金 即將在5年內解凍 也就是今年的8月 也就是現在已經開始解凍了 3350億的資金 到底對我們的房市股市 會產生什麼影響 不過說話頭還是在跟大家打個招呼 雖然你已經很 已經跟大家很熟了 我是說過頭 OK 我首先我想要問一件事 就是 我知道我有查了相關資料 2018 19年那個時候 中美貿易開始關係惡劣 美國他很多反省 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 導致我們的台商很多開始在2019年 18年底19年開始陸續回台灣 甚至很多資金開始 以往移回到台灣來 那資金開始回來 結果政府也做了一個動作 這些錢進來 我們做實體的投資 不管你是要買工業用地 廠辦 買那些設備 商辦也可以 這對經濟都是好事 可是 如果你要進入不動產 住宅 住宅 5年凍結 那這個5年凍結 從2019年開始到 20223 24 2024年的8月正式解凍 根據央行資料 我們看到那個媒體報導資訊 他說其實資金 3351億裡面 其實很多資金已經運用在其他地方了 就是投資這些 其中 有1380億 目前準備要解凍 分成3年 所以今年8月解凍之後 第一波大概我 出於3的話大概第一波460億 即將可以投入到不動產 但是 央行總裁也講了 他說 不會啦 這個錢不會全部都投入不動產 那我看稅貨頭 你自己覺得說 這個460億 我自己在看 460億 我都已經等到了5年 我可以做很多投資 我都不投資 好不容易等到了5年 終於可以投資不動產 那這筆錢我認為 會有可能7到8成不動產 不然他為什麼要等這個5年 因為這些台商 當時離開台灣的時候 各位 民國70幾年 那個借取用人 我83年在 麗霸做房仲 我是在台北市 是 我後來是在南京東路三段9號 就是台灣的房子街 銀行的總行都在那裡 那時候 每一個台商都在賣 都在賣什麼 賣房子 賣台北的房子 因為他本身要到大陸去 後來連老婆都過去 以前都是男生一個人過去 隔了3 4年的時候 就老婆跟小孩過去 那台灣的房子就賣掉 台灣的車子就賣掉 我是講真的 然後就從大概79年到92年 年系每一年下跌 三個房子下跌12年 房市 台北就是一直賣 沒有租就是一直賣 因為我經手過 賣的原因都是 人都要搬到大陸去了 現在是倒過來 他要回來 有些台商賣到台灣的房子 以前都沒有 那現在是倒回來 所以也對啦 你就限制他五年不能買住宅 對 但是他可以買 工業長辦 工業用地 商用 跟商用 他就沒限制 另外一個可以買股票 會不會股票也是這樣漲起來 可以 就是這樣漲起來 資金也多 因為他只能在股票 還有一件事情 外資會來台灣 會款到台灣 七天之內不買股票 嚴峰不動 對尾 彭萬良當時就這樣 我不讓你來 外資來台灣搗蛋 我就只有股票是開放的 房地產的限制很多 外國人買什麼什麼 都限制一大堆 這一次呢 就等於五年到了 五年到 那股票本來就可以完 所以有一部分的錢 會從股票 進入那個房地產 進入房地產 他本來的商辦就沒限制 我公司回來 我要買辦公司 沒限制 要買廠房 本來也沒限制 所以現在多出來的是住宅 所以這一波 這一波開放的錢 應該都是在等著買住宅的 是不是 分枕兩種 是 一種你要是公司帳號 還是不能買住宅 法人還是不能夠買 畢竟遞錢嘛 是不是 假設你個人的錢 他就可以買 是 或者你可以買一樓店面 一樓店面你可以申請 當辦公室 或者什麼 所以這一波 應該直接衝擊到住宅 超級到住宅 是豪宅 豪宅 豪宅 可能會有很多台商入手 對 現在我終於可以買了 可是豪宅之前都很慘 對 你至於說你貸四成 那我無所謂 他買現金也可以 他的錢很多 所以第一個會漲的是豪宅 豪宅可能下半年 我們就看台商資金解凍之後 有可能 我之前開箱一個案子 就是一個台商在大陸 將近快40年的 快40年的 他可能是還沒借錢用人就去了 忍不住了 然後他在台中七期買房子 室內坪數 室內坪數大概200來坪 室內 室內坪數200來坪 將近300坪是那個三個字的 什麼發的 哇 他們也是整個台商群聚 然後他們也有提到 其實我也有做了功課 他們有提到說 政府在之前 被吹上 影片喔 OK 業配啊 自然一點 這公司啊 給錢啊 OK OK 那個 我還有一下我為什麼突然忘記了 那個時候 政府那時候開始限制的時候 我聽到很多訊息 包括媒體也有在講 他說 這筆錢進來 很多的台商他們很聰明嗎 台商就是最聰明的 才能夠在國外賺人錢 又回來台灣 買工業用地 我舉個例子喔 我工業用地好 那我買個兩億的地好了 買下來我用現金買都可以 錢拿回來兩億現金買 買完之後 我再 拿去做質押嘛 再去借個一億出來可以嗎 我兩億買下來 我借個一億出來 那這個一億的錢 是不是就是沒有受 五年不動產的管家來 沒有沒有沒有 還有那個工業用地 五六年一開始回來了 工業用地漲五倍 都漲在北部 南部那時候不怎麼漲 就五股那個工業用地 一坪也賣到一百萬 都漲在北部 因為北部 因為南部缺人嘛 沒有討論期 現在以後都會到 像AMD 也決定來台南高雄 以後的高雄 的工業用地會很貴 是因為 那個 謝長廷過去當市長的時候 要可以飲用水 所以就把重污染的 鋼鐵跟石化就要求人口就 人口就減少了 這一次又工業高雄 這一次來是電子業 所以我認為 應該工業用地在漲的是台南高雄 以前他們五六年前剛回來的時候 北部的工業用地漲五倍 我講的 我剛剛有問的一個問題就是 有沒有 我聽到了還有媒體在講說台商他們 你既然這個錢進來不能買不動產 我就有法有迫嘛 我就買工業用地買下來 買下來兩億我就再去借一億出來 一億出來這個就不是政府管轄的錢 你全部都買工業用地 所以漲五倍就是這樣 因為你其他不能買啊 他再借出來的錢 他是不是就可以買住宅 對啊 所以住宅其實很多人就已經迂迴 就已經買房子了 搞不好 沒有啦 沒有啦 不用這樣啦 反正有的人還蠻怕差帳的 你叫我不要買房子 我就不買了 所以還是有很多老實 老實的啦 我是知道說有一些 因為媒體之前有在講這件事 我說還蠻聰明的 這個錢這樣子工業用地買下來 然後後來再直接借一半的錢出來 然後再去買房子 那買房子這個錢就已經沒有受政府管轄了 但是現在我知道今年的第一季 我有跟聽一個代書朋友在聊 今年第一季已經開始 他們針對不管你是建商 或者是你說台商的資金解凍 你買這個地 如果說兩年內就要開始動 對不對 對 不不不 一年一年半就要開工 他說他們 他真的碰到 因為他代書 他碰到一個 他的客戶真的遇到這個問題 兩年 兩年喔 那是建商 建造沒有啦 還沒有正式申請 每個月繳回1% 銀行發現了 他說一季 他是用一季 要本金5到10%繳回 一季喔 怕死人 一季5到10%本金繳回 因為他發現你快兩年幾乎都沒有在動 我們今天有個銀行 銀行經理在這 他躲在後面 那個本息 本息要追繳是一個月1% 他怎麼會一季5% 對啊 他一季5%到10% 要你本金 要你本金還 很恐怖 所以他現在遇到這個問題 他就老金很大 很傷老金 所以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政府之前在去年還沒有去管這件事情的時候 那個資金真的是 很多人說爛頭蠢 其實資金就是說 你說不能買這個 我也有辦法就是怎麼轉 還是可以買 這個東西其實你最拿手的 不會啦 不會大部分都合法啦 那這樣子我回來 你叫我不要嘛 方主 就是工業用地潮很大 住宅用地當時沒那麼大 就工業用地起來 我現在回來問一下 那個住宅用地的事情 既然1380億的資金開始這三年 每一年有460億會進入到房地產 住宅可以買囉 每一年460億 其實我老實講 你說多會很多嗎 460億乾杯就多 不多 不多 不過你如果說到 這460億是頭期款 聽起來就有點體力很恐怖 不是這樣啦 460億用來頂我是夠了 用來頂我 因為話題嘛 大家會跟上 是 話題是夠的 所以你自己看說 這個台商的資金解凍 你認為 豪宅 對豪宅 豪宅 我不是我 不是我沒有跟你套 但我今天早上 我跟我那代書朋友在講 我也是覺得說 應該豪宅會可能會 有那種比較大坪數 或者說豪宅也不是說五六億的 大概就是那種 8000萬到2億之間的 那些房子應該 他可以買現金喔 他可以買現金 你不要說豪宅 只能帶四成 他會買現金 他們就是 前嫌制者 對對對 OK 另外一個 應該是 辦公室啦 辦公室 辦公室 因為完全合法嘛 辦公室會漲 辦公室會漲 對 真的會漲 我想問一下 像現在我們土地土榮 大概可以帶幾層 五層 只能帶五層 就是你買賣是四成 你開工的時候才給你一成 你一年之內建造要下來 一年半要開工 不然這個 你就要像你講的 我以為是繳一個月繳1% 你說一劑繳5% 我常常聽到 他是今年說 今年的法有 有那個政府開始 二月還是幾月開始 在之前都 去年前年都沒有在管這個 其實以前我也買過建地啊 我也是 搞了十年沒開工 他還不理你 你買建地的時候貸款 你必須要一個建築計畫 是 就貸出去 我也不會舉行 就不在那邊啊 我十年也沒開工 那時候他也不管理 那時候只要協調就可以 我知道他就要協調就可以 沒有協調啦 他在那邊也沒人問我啊 滿個建地 現在真的 老實說真的滿嚴的 所以我們這個 這筆資金1380億 你覺得是會對豪宅 或對平數比較大的 會有一些影響 其實不能說影響 因為豪宅 你上次講過嘛 豪宅現在都在跌嘛 那這一波下來後 可能到年底到年 我還是講我那句話啦 最近這一年 五百萬的漲50% 一千萬的漲30% 兩千萬漲20% 三千萬的漲10% 一億的就跌10% 所以漲是漲在 一級總價的再漲 高總價的沒漲 現在不一樣啦 我認為高總價會漲 會漲 你認為高總價會漲 是因為台商這些資金 台商啦 這些他 帶市場也可以 不帶也可以 這個對市場 其實這樣講起來 對市場 我覺得這樣對小白 不會有太大影響 沒有 因為他們不會去買到 二三十坪的小坪 出的東西 但是從澎湾南開始的 豪宅現代率 他是豪宅是個指標 以前你都不知道 以前的報紙很喜歡 報哪個 宇科興住哪裡 房子有 房價有多少 郭台銘住哪裡 很喜歡報這個 所以就開始豪宅現代率 因為他漲我就跟著漲 地保多少多少 都是在報這個 豪宅現代率以後 也實價登陸 像郭台銘買房子 像這種等級買房子 寧可讓你花 實價登陸不登陸讓你花啦 為什麼 我就不想讓別人知道我住在哪裡 所以我成交了 2.8以來講 我就是不實價登陸 就讓你花嘛 那我們會不知道郭台銘住哪裡嗎 我不知道啊 但是記者會寫啊 他就住在那個 宣傳大樓旁邊 對啊 那一棟 那一棟 然後他地保也有啊 為什麼我們都知道 我是那個誰那個 Vito帶我去拍的啊 後來Vito又帶了那個 那個朱鮮明也去他們 你剛講Vito是誰 就是你的剪片的人嗎 不是就是拍抖音那一個 去年1月11號 他來找我拍就 我就跟他拍一整年 每個禮拜都拍 兩個小時拍七支片子 都二三十秒 我不玩那個啦 我現在連抖音 我也要拍六分鐘 我只講黃地產 政治跟趁流量我都不要 我只講黃地產 我要完整表達 完就三分鐘到十五分鐘 抖音從九十秒就咔嚓 變成三分鐘 咔嚓變成十五分鐘 所以我根本就完全不在乎流量 啊我抖音 我想講黃地產 除了黃地產我都不講 我就拍很長 啊我既然拍六分鐘 啊就YouTube也放 啊臉書也放 啊IG也放 四個同時放 啊說我就不管那個抖音 你要不要看什麼二十秒三十秒 我不管你 我就拍六分鐘 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因為剛剛我們要來拍的時候 其實昨天我們帥過頭 就有跟我講說 有一個議題他不想要講 我想說現代令現在很紅 尤其今天新聞又有在報 前兩天新聞都一直在報 現代令這件事情 但是現在帥過頭 其實不太想講這件事 是因為說 是不是有來自於有壓力 還是來自於有人有訊息告訴你說 盡量不要過度表達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你在講話也聽的也很多 沒有沒有沒有 實在是因為 擔心對你自己會影響 沒有啦 因為別人死我都很敢講 死到我自己我就不講了啦 哈哈 我剛才在講台商的錢 你都沒有講太多 我就乾脆直接問你現代令的事情 好啦好啦 講現代令就要趕快播了 沒關係我們都聯在一起 好啦回答你 新金安的問題在這裡 新金安寬限期五年 我們本來 我們投資客絕大部分都是貸款20年 我們投資客三位五買進來 九位會賣掉 所以錢只是進來就出去 貴主對這個市場沒影響 錢還是還給你 所以投資客再多短線操作 對於那一個 七十二條之二的三十%一動都不到 我們不但繳利息 我們還有違約金一%給他 所以我們就剛剛就買進來就賣 好 那我們投資客現在放五年賣 對 我每個月還還還你本金 我們很早要用關鍵期 是很規規矩矩的 該繳錢該繳利息一毛都不少 對啦對啦 對於銀行來講 平均前世界最好的咖就是投資客 不要再跟我講投資客我都會危險 因為我買房子一千萬 我還是付兩百萬 我幹嘛瓦拍 我真的買很多間扛不起來 我十間我賣了一間不是有錢 又就九間 再賣一間就八間 我真的都不行 你們三個人頭 你也會自己去繳一下 所以各位投資客是雙種保障 根本就沒有風險 我還沒看過投資客被瓦拍 我可以問問一些事情 私底下這樣子 我繼續講下去 現在投資客都會還本金 現在的新清安 五年不還本金 五年不還本金 怎樣 我錢一千萬 我借你八百 你不還本金 錢不回來 我每一次八百 八百一千接出去 你都沒有還錢 我就沒有錢再借了 是最嚴重的 以前寬限期很難 現在每一個都五年不還 錢沒進來 一直出去 然後水位就滿了 銀行水位就是 其實寬限期五年 是一個很大問題 不是問題出在寬限期 現在才141年 只有一年的人不繳本金 假設滿三年的話 不是有 一年就十萬個人 我講說十萬個人 就不還本金 寬限期 這新清安 各位搞個三年 就三十萬人不繳本金 錢借給你 你不還錢 不還本金 難怪一樣 我根本沒辦法放 所以我不願意講 這個事情 只有五個人知道 五個人 賴清德嘛 楊金龍嘛 帥過頭嘛 銀行司司長嘛 跟財政部長 還有我也知道 銀行司司長 那不是 鍾延節拜拜嗎 他不是拿著 像拜拜記者賭他 所以銀行水位 以買貸款貸不下來 銀行司長 有什麼意見 銀行司長 我講 哦 那我要研究看看 他當然知道啊 因為財政部在 7月份的時候講 我們要解決這個貸款的問題 是 要提出方法 對 銀行的主管單位是財政部 對 銀行的主管你在這裡 他28%就要寫監道報告 他的銀行的管理單位 是金管會的銀行司 是 這個金管會沒講話 財政部沒講話 房地產政策內政部沒講話 行政院長沒講話 總統沒講話 全部的38家銀行也沒人講話 你不能講啊 前兩天 你講出來就說 新清安你都沒有還我錢 然後我錢就一直放出去 然後水位一直買 你就講到賴清德了嘛 打政府的臉 你就打到賴清德了 所以沒人敢講 難怪你都不想講 所以賴清德又是我的好朋友 都沒有人拚拚拚 我幹嘛拚拚拚 為了賴清德我不能講 當這一段剪掉 不要講到賴清德 就只有整個影片 就只有留這一段講話 那我問一下 現在銀行的水位 上次我們在提 一個月前那時候還講說 才26%多 26.6 現在已經 現在好像有很多人已經講 每一家銀行不一樣 對不對 27%都有快28% 他們26.6或27 跟去年比起來 去年的水位大概在多少 你這樣講起來是代表說 沒有 去年水位有25點多 每一個月才0.08 一年差不多只有1% 那26.6 明年27.6 後年28.2 對不起 銀行是28就要寫檢討報告 所以 那戴清清安的惡兜是誰 八大航庫 所以是他們出問題 所以他們自然 我董事長自然到了27.6 27.5 我就踩煞車 28號寫報告 了解 所以他們到了27.5 全部都27.5 27.6 都要踩煞車了 八大航庫裡面 可是台銀土銀是不是 沒有這個問題 台銀沒有問題 土銀也沒有這個問題 他們是6個月才出問題 都往那邊跑了 因為台銀我也直接談過了 現在你北部要找誰 找誰 楊信 楊信就在後面 楊信現在在現場在我們後面 台北要找貸款 你找我楊信 你找我 我介紹楊信 因為他2.7% 看你調教 其他銀行也2.5% 國立銀行 好 聯邦要3% 台中就是 台中 冷門一點點的銀行 不是 他成本高 別人以前都不願意跟他帶 你想這三家銀行 應該都接近快要到 他們立即都2.7%到3.0% 將近到3.0% 以前你就不找他 對對對 所以現在 還有農醫會 其實現在也沒有水位問題 對不對 都可以帶 好像我現在很少已經幾乎 好像很少聽到有2.5以下的 幾乎已經好像沒有這件事 就應該這樣講 他們的成本並沒有拉高 他們成本沒有拉高 對 現在這幾家銀行 是應該屬於公交法的聯合壟斷 屆事屆端 賺取不正當的利益 這個屬於刑法裡面 詐欺罪 是用詐數使他人交互財物 你明明還有錢可以換 你就明明跟我講說我水位易買 所以本來帶2.2就變成3.0 國家的單位 對 新機單他也不想花 你用普通過來 其實他的資金成本一樣 國立銀行資金成本好低啊 你這樣講起來有道理 他們其實 這個節目錄完了 我就到公交會去告他們 每一個銀行的董事長都要關 你成本一樣啊 其實這個央行不是那個洋總裁有請幾家國營 幾十家國營喝咖啡 先國營再喝咖啡 然後在小銀行喝咖啡 所以其實這樣看來是不是啊 有可能在像9月份是不是第三次的那個 那個洋行會召開理監事會 9月份他已經等不及8月份就跳出來 8月份跳出來是不是已經先預告9月份會正式 那這樣啦 有一些策略會出來打包 楊金龍喔 我跟他很熟 我都叫他小龍 他跟你不熟而已 我跟他很熟 ok 因為我常常在電視看到他 我都叫他小龍 這個人喔 嗯 有一點笨啊 他就 憂國憂民又仇富啦 他寧可讓銀行去審議期啦 去促殺小白啦 小白就這樣上來以後 去銀行借款2.7 3.0 他也這樣啊 他也不理那個賴清德啦 因為他的任期是到2028年的2月25號 有沒有注意到8月7號九大航庫 18個人 3個人輪掉 董事長跟董事長 15個人退休 那就是我的好朋友阿德 阿德就不講話 看看那個楊金龍6月13號 說水費升了0.5 那土雲啊 在6月14號召集全部的國立雲黨來開會 要有政策 最後你們都遵從央行的 阿德就開始在喊警戒線 你是把我賴清德放在哪裡 我都已經要推新進案 你都不退還跟我講蠻水費 所以呢 就讓毒蛇出動 啊就在8月7號 就把那個九大航庫 董事長總結十八個人 十五個人退休 三個人輪掉 要讓你知道誰是老大 你的意思是上面的意思 不是阿 賴清德就講不清話的 阿你們就西瓜挖大餅 你們都挖央行嘛 你就不知道你的位置 我可以決定 就把他壞掉 8月7號的事情嘛 了解 我這邊也試一下問一件事情 就是 你自己在這個業界四十年 因為都是以投資客的角度在做 我現在重量了 重量了 其實大家也知道了 摔過頭的很多內容 很多人說在看我們的影片 像在看綜藝 但是綜藝我覺得有一些東西 我每次我來邀請很多來賓 包括摔過頭 我都在學一些東西 因為我也不是房地產專家 所以每次邀請來 不管多時間多久 或者在待十幾年的 我都會想說 有些什麼東西可以學 我都會盡量把它抄起來 所以我覺得線上的朋友 很多東西 智慧盡在談笑間 有些東西聽聽笑笑 但有一些東西 我們把它截取下來 不一定要完全照著 他講的模式來抄 他的方式來做 但是有些 你怎麼會看房子 當初看的這麼準 為什麼能夠 手上有這麼多間房子 其實線上朋友 如果說你真的 比較有興趣說 對於房地產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這些東西 我們 我們去了解 但是我們就避開 比較 有可能在法律別人 我們就把它避開 對不對 對啦 對啦 應該是這樣 那我就問了 這個不要放款 放款不要被抓到 尤其新 今天開始放款 去年到現在一年多這一波 請問一下現在市場上 就是手上有 雙位數房子的投資客 沒有 不可能沒有 還是有很少了 非常少 沒有啦 投資客真的退場了 真的退場了 他的漲幅超過投資客的疫情 因為 一千萬的房子 小白買 1050 投資客真的買950 就直接中介 就直接賣給小白 因為沒有房子 房子一進來 之前來看 打一打 打給投資客沒有用 因為投資客出的比較低 就是950到一千的市價 小白又扣一扣 因為找不到房子 一扣 一千萬都喊1050 是小白搶了投資客的放款 你上次有跟我講一件事 我一直很認同這件事 就是 這一波房地產 除了新清安 除了低利之外 還有一個最重要買房 這麼熱 是因為氛圍 就像你現在講 你買 你的一年薪水才五六十萬 你都能買 我也來買 我也來買 我早上 我才聯絡 剛剛他們都知道 有一個朋友 在擔任 就是擔任那個 袋叔 然後他也是 某立法院的助理 他也 袋叔也是台大的 所以很厲害 他跟我講說 他跟某建金公司在聊 上個禮拜在聊 他說這一波 年輕人 買房子 然後還有 我跟你講 信貸就算了 他說 他有聽到去跟錢莊借貸 差額借貸 這個很恐怖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我說線上的朋友 這一波買房子 我們都是屬於不排斥 真的有經濟狀況 有需求 剛需就買下來 但是前提是 前提是你基本上 要有一些資金 水位要有一些 一些存款 如果說沒有的話 插個三五十萬去跟地下錢莊借錢 我跟各位講 那事實上 它是一條不歸路 我跟各位講 我90萬年當投資客 一直到 我現在來講 6000元超過 我很少用信貸 房子的第二台的信貸 跟那個裝潢 可以做 我很少做 各位 信貸出來買房子 我絕對反對 我不做 現在一筆錢來當投資管 絕對不做 而且絕對沒有民間貸款 絕對沒有地下錢莊 因為你錢不夠 我就借你 就是那時候 黃帝或一的時候 就跟我講 啊 黃大哥啊 我這個三萬我繳不起 我沒工作 一百多個 因為我會跌嘛 我一個月幫一百多個人繳繳 三五百萬繳了兩年 繳到我自己沒錢 後來幫他自由 那個錢我不用討 就讓他們自由 我繳了一百 或者繳了五十 這個黃帝 給你啦 給你算了啦 阿嬤要痛苦 就我個人痛苦 吸一輪不要吸一條雞啦 我真的告訴你 我們從來不去 後面 第二是為了信貸跟修繩 就很少用了啦 前面 你要信貸來借房子 或者後面民間貸款 或者那個地下錢莊 我從來不搞這種 那是不歸路 地下錢莊 利息太高 不歸路 因為你要持久嘛 因為你換個五年 你再來賣 喂 地下錢莊五年 你房子會給他 一定會只 一個月兩分就好了 一年就二十四分 五年不是一百二 你根本不會那麼會賺啦 地下錢莊 改變一個型態啦 好比說你買一部爛車子 中古車二十萬 就貸款八十萬 真的是這樣借 那錢不就出來了嗎 對 那個真的是 那個也是一家錢 那利息不是表面的五八八八 好可怕 其實是更誇張的 那個很可怕啦 所以我自己在認知 星期安其實他本身 這星期安不是錯字 不是錯 可是因為這一群人 因為氛圍 所以經濟有狀況有的 上車的 剛好第一例 剛好五年寬間 經濟狀況沒有的 也上車的 現在問題是 真的告訴各位 不要去接銀行的信貸 或地下錢 然後年輕人 銀行的信貸 都不要借來當投機款 五到六%的也都不要 真的不要 沒有那麼好談 上次你有講過 你說如果說3% 你還扛得住 4%已經有點狀況 5%就房地下跌了 所以這個帥過頭的邏輯 大家聽 他也不搞信貸 因為3%他也可以接受 所以現在 銀行可能就已經接近到3% 還可以接受 還撐得住 所以各位也要記得 不要老是聽到 我們覺得好笑 有些東西 你自己埋房是怎樣 以前我中古屋 絕大部分 帶70%跟75% 而且沒有修三 其他自有資金三十 大部分都20年沒有關限期 所以我們那時候 很硬 我們都這樣做 自己口袋資金水位也要夠 那你錢不夠我給你 就這樣 那時候轉的很大 奇怪只有一個人還我錢 我說借了幾百個 我其實應該有錢 聊一下 我就竟然聊這個 三黃一流現在另外兩黃一流都 經濟狀況應該身價都是幾億 或幾十億 沒有 他們一開始就至少30億以上 現在都一兩百億 對 我當時是破產下來 為什麼你會 是因為你當初看的方向 還是跟他們做的方向是不對的 不是 因為我沒錢 只有我一個沒錢 所以我要一大堆人來買房子 所以一開始你跟他們的高度 他們的水位 口袋水位高度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我根本破產 我真的破產才做的 他們都幾十億的人 所以一開始就已經不一樣 而且他們做十幾年 因為很多人是要好奇說 你跟帥哥來錄影片 他不是很有錢嗎 我說其實也好像 我也沒有 他說房子有幾千間 幾千間房子 我們一間房子算一千萬 那不是幾億 六十億 六百億 沒有啦 因為 因為很多房子被人家A走 有的房子 我也不在乎借你幾十萬 也沒人還我 後來幾百千 皇帝又一 你們繼續撐會賺錢 不要現在賣 錢不自由 既然我們不要分了 所以他們現在賺錢也沒有我 可是那個時候買房子的時候 你也沒出錢嘛對不對 我沒出錢 是因為你告訴他說這可以買 但是有一部分他欠錢我就補 貸款都差好多 我就補 那你為什麼要去補你的學員 你也學員嗎 不是學員 鄉民 我沒有收協會 鄉民 我從來不收協會 你告訴大家 房地產哪裡可以買 然後那些鄉民他們OK 他們就買 賺的錢七三分嘛 對對對 他七五三嘛 那時候也 假設買個六百萬的房子 好不容易就貸七成 現在要180 加上砸七砸八 要190 他就搞到剩下150 他就沒有想像貸那麼低 那我就給40萬 就是這種錢沒有人玩過 然後我就借 借 借 我看你借的上千有出去 有嗎 啊不只啦 我都忘了 我從來不計啊 因為也沒有人會還我錢 那個時候資金應該流轉的蠻大 不是 我就從左手進來 左手右手出去 我沒有記帳的習慣 所以 我假設今天要圓門脫波的話 我就找那些債主 哈哈哈 我可以再 那我再問一件事 如果今天重回20多年前 30年你開始的時候 房地產怎麼 不要說操作了 就是房地產怎麼投資 你會重新開始怎麼投資房地產 買進來不要賣 短線買賣賺小錢 放車都是三倍 哦哦 民國92年到現在隨便放都是三倍 哦三倍 不應該賣 可是很多人說現在是高點 會不會未來跌三倍 不會 我們如果說現在買下來的房子 再過看五年到十年 你覺得還是看多的 我認為看多 還有一件事情啊 我92年開始做的時候 我當投資客 那時候SARS來的第一天 各位都在看跌 永年有道德人士 都在呼籲跌 很怕你 沒錯沒錯 很怕你 萬一虧了 我要扛著全部人民罪90%都這樣 是 那我永遠不一樣 我認為就是房地產 放久了會長 但是這一波不要太久 大概十年或 十五年就夠 這一波十年 不是不是 你十年到十五年 一定會碰到勺子化 會碰到勺子化 一定會碰到 短期內不是 但是長期看 啊這樣講好了 十年是五年 我看不準啊 我講三十年 今天的三十歲的人 是三十萬人出生人口 今天的一歲的人 出生人口十三萬 等到三十年後 這一些十三萬的人 結婚成為六點五對 有的人不結婚啦 六點五對只需要六點五完全房子 他們要買房子嗎 沒有一個人需要買房子 為什麼 因為他們都獨生你嘛 獨生子獨生你 寄層嘛 這上面有 養父 一父 爸爸媽媽這一邊 有爸爸媽媽嘛 對 所以 不要 假設很健康 身體很健康 沒有死掉讓你寄層 也會送你房子嘛 四個怎麼不會送 還有阿公阿嬤 一定會送 不用買房子 我在民國八十三年的時候 我在坐中間 那時候立霸房屋 真的買房有統計過 七十二%是父母贊助 現在房價漲得不只一倍 是 你現在百分之九十 一定父母贊助 你買房子一定要回家 父母花錢 父母不給你錢 你就讓給他看 也不幫他生 也不幫他生孫子 你就租房子 讓給他看 錢就拿去禮物 你讓給他看 他最後還是要給你 至少百分之九十 那三十年後百分之一百 沒有人會拿自己的心 拼命工作來買房子 沒有那種事 我就不相信 你們兩個夫妻結婚才六點五對 我就不相信 六點五對既然那麼慘 這一對父母沒有房子 這一對父母沒有房子 既然不給我錢買房子 我就等到你死 我也有房子 如果就只有一個單身子女 也是 我也認同少子化議題會影響房子 可是不是短短的在這十年內 三十年 我可能搞不好我覺得會更短一點點 因為 二零二五年 三十年是百分之一百 也許二十五年 也許二十年 欧房簽 明年我們台灣 二零二五年 正式進入超高齡 六十五歲以上比例 所以這個是 開始走入二十年前的日本 超高齡 所以另外一個角度思考 的確沒有錯 短時間內房地產 這一波滿下來 放長 不要放短 五年 十年以上 基本上 以摔過頭的經驗來講 四十年的經驗 我不敢說現在十年會怎麼樣 但是一到他四十年經驗 總比我們這個房地產 才沒幾年 對不對 算是房市的 我現在已經還算是房市的 小花 為什麼叫小花 你知道嗎 你是小黑 一黑二黃三花四白 我是小白 不是我是從小白變成小花 大時候再主持一個半年 我就會變成小花 房地產你要相信我 我看房子是非常的準 我時辰看走了圓 所以是反指標 反指標 有時候還是看不準 那因為三黃一流 三黃一流裡面 現在 另外三位其實現在都消失在 所有的螢幕 其實他們本來也沒有曝光在螢幕上 現在只有你還在鏡頭前面 代表說這四十年來 你也 勇敢面對之前 可能有一些 有一些 錯誤的訊息讓人家也很生氣 不是啦 我不是故意要 我不是故意要害 但是有時候我看不準 我不知道 黃帝 惡意會搞出來 所以措手不及 那我現在退休了 實在太無聊 又重新出來 現在一心善良 我就把房地產當成功德在做 你在被我害掉的機率不高 萬一看走了也沒有辦法 我沒有要幫他說話 我先講 但是我剛我過來他這邊我在看 以他我跟他接觸這一段時間 如果說他現在 他現在有很多人買房子 可能因為他結果就賠錢了 如果他現在開法拉利 如果他現在 我要進來的時候是在地堡 我就會覺得這個人 他從別人的錢 賠錢 造就他自己的這個身價 我就會覺得不好 但是他今天自己的狀況 也就一般般 不然說不好 但是也就一般般 非常一般 對 就也沒有說都有錢 所以我覺得說 你好像看起來 目前感覺 看起來不像是 騙別人的錢的樣子 土水的家 他們家都用我們老水 我自己做裝潢 我的家不是裝潢 外面一百萬兩百萬 第一次去 尤其是裝潢 我自己家不是裝潢就是這樣 你講很有道理 土水的家都老水 我當初要裝修的時候 我那設計師就說 吳哥 你叫你裝修 我跟你講 我一定把它當作我自己家來做 我說你千萬不要當作你自己家來做 你要當作客人家來做 你當作你自己家隨隨便便 我自己的東西 自己就都隨便做 所以你不要當作自己家做 你要當作是客人的家來做 結果我們做設計師的 或者我們做裝潢的 自己的家最糟糕 OK 好 我們今天請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來做結尾 裝修小五郎 專家來開房 大家好 我是吳哥 很開心我們的會員頻道即將要開啟 這個會員頻道裡面包含了很多房地產 跟裝修的第一手的資訊 在禮拜五跟禮拜一晚上不能夠說的 我們都在會員頻道裡面說明清楚 最重要的是 我們將在每一年找一個時間 跟我們的資深會員 有機會可以共享晚餐 我也會邀請特別來賓過來 期待你加入